大家好 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跟大家說說盧漢亭的新歌 昨天終於見到阿Lo第二首 今年2023年第二首派台的作品 在12點鐘戚測樂壇首播 下午1點鐘是各大音樂平台上架 到晚上9點鐘MV終於在MIRROR的Youtube頻道首播 大家都望穿臭水 終於等到最新的阿Lo跳唱作品 今次這首歌的製作班底作曲有Michael Wong、Nixon和Anson Lo自己 填詞有黃樂儀、Rap詞由阿Lo過往一樣自己親自炮製 編曲亦有Michael Wong和Nixon 監製就是Eric Chan 這首歌見到阿Lo 尤其是MV 發生了驅魔人在密室拍MV 浩熱的天氣之下即時瘦身 今次盧漢亭這首全新的跳唱歌曲 不僅參與了作曲的部分 即是說作曲和Rap詞也有份參與製作 除此之外 MV的造型上也有很高的投入度 據聞今次阿Lo也有份去研究 一起參與造型上的設計 換味性就十足 配合一首歌的風格 不過很有型的背後 原來在一個局促的環境下拍MV 阿Lo說即時瘦身 生活中偶有恐懼必然 我們不一定要將之隱藏 故作鎮定 我們可以選擇直接面對他 擁抱自己軟弱的一面 經夫子一線之差 這應該就是阿Lo這首歌的主題 就是面對恐懼 生活中有恐懼必然 不一定要隱藏 故作鎮定 可以選擇直接面對他 這首歌繼續和監製Eric Chan 和團隊一同製作 阿Lo也有合作寫這個旋律 他分享創作過程的時候 我們都會撐一些旋律 一些旋律 他自己撐的時候 就會用了那字 然後就凌機一觸 記起那字有很多No的意思 和歌曲要求 收藏自己的個性 say Lo 就很匹配 所以就索性把這首歌的名字叫做Na 所以在這首歌中 大家都聽到 阿Lo最洗腦那句 當然是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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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歌詞 所以也相信成為了這首歌其中的signature 即是每一首歌都有它的變色度 今次這首歌 相信這首歌 一定就是整首歌 也是歌名 貫穿了整首歌的意思 就是面對恐懼 之前在Mr.Stranger的時候的MV 阿Lo就曾經飾演過吸血鬼的角色 今次的MV都要做一個驅魔人 內裡常有揮之不去的恐懼 這位驅魔人要驅走的是心魔 對抗了就會很鬆容 吹起口哨 MV到最後一部分 他就被一隻女魔緊貼 驅魔的阿Lo知道 但他不再害怕 不忌諱 不再把他驅走 或他發現對付恐懼 除了輝去 亦可以選擇 擁抱軟弱 造型方面 在MV裏面 除了西裝俗外 黑白造型 加裙褲類的妖風和畫家帽 都是一個新的嘗試 有幾個不同的俗 阿Lo就說 平時拍攝戴帽跳舞會脫 有很多顧慮 但今次這首歌 超得來又有點換味 戴帽就覺得挺有趣 所以就試試 戴帽的阿Lo同樣 都是相當英俊 當然 跳唱方面 對於盧漢廷來計 現在已經是駕輕輕就熟 一貫他 跳得非常出色 和舞蹈 看得到他越來越成熟 今次這首歌 戴上一個紅色的上衣造型 就是阿Lo最喜歡的 他就說 無聊的時候 戴上一個飛行眼罩 在頭上換味感重 也有得戚的感覺 很適合這首歌 今次首MV 阿Lo要扮驅魔人 他介紹角色的時候 就說 這個驅魔人看起來好像很有型 很有經驗 但原來他也很害怕鬼 任何小小風吹草動都會嚇到他 他會盡量冷靜 隱藏自己害怕的一面 去完成驅魔的工作 為了拍攝驅魔的造型 今次阿Lo和團隊 特別去了一個廢墟拍攝 過程真的苦不堪然 他就說 驅魔人的髮型有兩隻角 在設定的時候突然想出來 然後在廢墟拍攝 是出到以來拍攝上最辛苦的一次 因為當日發出很熱天氣警告 還要在這麼熱的天氣之下 在一個很局促的公寓那裡拍 密不透風 還要穿了皮褲 裡面還有幾件衣服 感覺上就好像快暈 四年以來都沒試過 還沒拍跳舞 已經由頭到腳 甚至乎禮褲都塞了 阿Lo最擔心就是會瘦了 因為皮褲本身已經不用皮帶 但拍了三個小時之後 就要用皮帶 因為腰幼了 越來越修 真是厲害 這次除了拍MV之外 也是瘦身 當然這個瘦身的方法 大家不要學 在這麼局促的環境下 不停地流汗 內褲都塞了 這種瘦身方法 非常之辛苦 這次這首歌 貫徹過去盧漢庭 歌曲的風格 都是非常之有主題 亦都很有意思 能夠說出自己的弱點 就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要這樣突破自己的話 除了在首歌裡 分享怎樣面對軟弱 面對自己的弱點 面對軟弱 這件事已經很困難 教主在歌詞裡 和大家分享感受 和神徒分享他軟弱的一面 怎樣面對 這件事已經很正 還要在這麼局的環境下 換幾個造型去拍這麼漂亮的MV 只是這件事已經很值得支持 聽見節目的朋友 對於今次阿Lo的新歌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一下 今集跟大家說盧漢庭的新歌 就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